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开书之前呢,咱们先说件事 我呢,正在整理完善咱们这些段子的文字版 这些文字内容呢,正在整理当中,工作量还是很大的 不过呢,逐渐的也会在各个平台和大家见面 我的这些文字版的东西呢,大家可以随便引用 您要是觉得不错,您用了呢,稍在手上提我一下呢 那我就不胜感激了 不过呢,您要是原文照搬呢 这平台啊,可能会有这个版权的追究 我的意思是说呢,这些东西您可以产开用 您注意一下技巧就行了 闲话呀,就这么几句,咱们接着聊这活佛转世 那有好朋友就给我留言了 说这第一次活佛转世还得往深了,往细致讲讲 其实我也是这意思 如果广听咱们这一集 或者广听咱们这个一系列的朋友呢 他不想翻回头去去听那个准嘎尔韩国那时级活佛转世 那么今儿咱们不把这故事说细致了吧 就对不起这群听呼了 那昨天咱们说了,这个噶马噶举派呀 就到了这个第三组噶马巴西的时代 这会儿呢,正是蒙古南清的时候 这噶马巴西他得罪人了,得罪谁了 蒙元帝国的大皇帝不是纸巾忽必烈 让这呼必烈给流放到南方燕帐之地 您想啊,这噶马巴西他是生活在雪域高原的人 您让他跑到这个南方燕帐之地去呀 那天一热了连气都喘不云 还算不错,噩咪了我的佛 这老天爷保佑,这大寒开恩 还就真把他射了回来 历经八年的磨难 这一代宗师噶马巴西 终于呀,又回到了拉萨 回到了他本宗的主寺楚部寺当中 这大师啊,看着满目凋零已经衰败的寺院 不由得感叹一声,真是两世为人呐 那之后的任务,这大师就是恢复本派以及寺院的元气 可是哪那么好恢复啊 这寺院呢,和宗派还没恢复怎么样呢 这大师的身子骨可就盯不住了 日渐苍老,这别人不着急啊 这大师自己着急,徒弟们着急 为什么,这大伙都明白 这会儿大师不能元祭 有大师在,这教派还有复兴的可能性 这大师一元祭呀,整个噶马噶举派 从此就要逐渐的灭派消亡了 这大徒弟名字呀,叫做乌坚巴 有的时候就哭着问这个上师 说老师,您要是元祭之后,我们怎么办呢 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以后啊 这大师噶马巴西 终于想出了应对的办法 给这帮徒弟呀,有了交代 一天呢,他把这个乌坚巴叫到跟前说呀 我元祭以后啊,这局面还是能掌控的 因为啊,我决定要转世了 过些年之后,我自然会转世回来 到时候啊,会与你相认的 1283年,哎,这噶马巴西呀 元祭了,就死在这个楚不寺 在元祭之前呢,把自己这顶黑发官 哎,就是这个大韩蒙哥送给他的那顶黑帽子 取下来呀,就戴在了他的徒弟乌坚巴的头上 当着全寺所有僧众的说,你现在就是我的代理人 直到我回来为止 果不其然呢,八年以后 一群人就带着一个男孩来到了楚不寺 这男孩啊,不用别人教 也没有什么人指引 直接就从容的爬上了当年 噶马巴西的宝座 这乌坚巴呢,连忙取出当年 噶马巴西使用过的法器 让这位男孩辨认 这乌坚巴对这位男童说 您看,这个东西您认识吗 男孩说,我怎么能不认识呢 这不是当年我给你的吗 于是,和四众僧人完全相信 这就是噶马巴西的准事 1292年,男孩正式出家 受了沙弥界,拜乌坚巴为经师 取名让炯多吉 这就是噶马噶举派的第三世活佛 哎,这故事说到这儿,问题就来了 那么说这和四上下,就是楚不四上下的僧人 都相信这就是活佛转世 那您信不信呢 那您说我也信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这有活佛转世这码的事 那这可是这听故事,您得有代入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您是知道活佛转世 可是您别忘了,噶马巴西这转世啊 那可是第一次活佛转世 寺里边的僧人呢 为了自己教派的利益,他当然是相信的 那别的教派的大喇嘛 大宗师,大上师 以及这个信众 再加上政权 他们信不信呢 如果他们要是有疑问 不相信怎么办 哎,这事啊,不用您担心 噶马巴西和乌坚巴这师徒二人 早把这仪器的细节都想好了 于是这楚不寺啊 就公布了一整套活佛转世的程序流程 那么说这活佛能不能转世呢 他当然是能转世的 咱们说呀 这莲花生大师和祭护大师 前红期第一次来到这雪域高原传法的时候 这莲花生大师就带来了一套理论 哎,就是大成佛教的佛有三身的理论 这小成佛教认为这佛呀 本无形,这佛是什么呢 佛就是理,就是法 是摸不着也看不见的 不要有任何的偶像崇拜 这大成佛教呢 随着他的信众越来越多 他就出现了一群佛塔众 哎,说白了呢 就是出现了一群职业僧侣 这群呢,指着宗教门吃 那你这没有偶像崇拜 怎么能让更多的信众来信佛 来供养我们呢 首先呢,这信众是信佛才供养我们 哎,就佛本无形 那这信众向谁供养,向谁烧像呢 为了大规模的建造寺庙 招揽更多的信众 于是啊,这大成佛教就有了 佛有三身的这么一个理论 当兄一拳就先怼了这小成佛教一下 你说佛本无形 那么这个佛陀涅槃以后 留下的那个是什么呢 那这小成佛教的自然解释不了 那大成佛教就替他说 哎,那就是佛的应身和化身 是真实存在可以触摸的 后来呢,我们管这个供在佛堂之上的佛像啊 叫做报身 哎,这化身呢,是无处不在的 只要佛愿意 他需要这样来传法 需要以这种方式来度化 他可以化身各种形象 那么说莲花生大师和祭乎大师来到西藏 他为什么要传播这种说法呢 那是因为啊 这种说法才能更好的推广佛教的传播 咱们这一系列的这个藏传佛教故事讲下来 我想您早就明白了 人家这个血域高原最初是有宗教的本教 哎,是这个萨满教的升级版 那怎么叫升级版呢 因为这个本教啊 他有偶像崇拜 他有神呢 初级的萨满教他并没有 他们都是自然崇拜 他们崇拜的都是自然的现象和自然当中有的东西 什么烽火雷电呢 要不接啊 就是这个飞鸟鱿鱿和走兽啊 他们所崇拜的都是自然的精灵 可是这本教呢 人家有神 哎,这莲花生大师就说了 说你看啊 你也供这尊神 这尊神 他灵验吗 当地的牧民说呀 那当然灵验了 有求必应 哎,这莲花生大师一拍大腿说 哎,他就对了 为什么对了,我告诉你啊 因为你这尊大黑神 和我呀 共在庙里的那尊神 那尊佛陀 他是一个人 那这牧民就不明白了 那怎么呢 那明显的长得不是一模样吗 哎,这莲花生大师啊 就把这个法报应三身 这套说法 给这个牧民一讲 这牧民就明白了 原来佛陀呀 是化身成这尊大黑神 来拯救我们的 自此以后 两种结果 第一种结果就是 牧民跑到寺院呢 去烧香了 从此归依了三宝 那第二种结果呢 那就是啊 自此庙里又多了 这么一尊大黑神 这也能解释 为什么这藏传佛教的寺院里的 神那么多 神像那么多的原因 可是后来啊 这莲花生大师一看呢 这本教的神实在是太多了 那怎么办呢 不能是一个这个 本教供养的神 就说是我佛的这个化身呢 要说呀 还得是这莲花生大师啊 他聪明 他又提出来了一个理论 说这些神呢 那就不一定是这些佛呀 这些菩萨的化身了 那他们是什么呢 他们呢 是我佛的护法神 所以就凭这一手 这莲花生大师和济护大师 在这个佛教的前红期 才把这个本教以及本教的信众 收编了一个干干净净 那前面咱们废的武车话 什么意思呢 哎 这就是这活佛转世的理论支持 这噶马噶剧派的僧人呢 和大家讲 你看有这套理论知识支持的 那我老师噶马巴西 是肯定能够转世回来的 那听完以后呢 那有人自然就信了活佛转世了 从此以后啊 对这套遗鬼不再怀疑 那有人呢更聪明 又问了 那这佛大神通大智慧 他可以随便化身 那你噶马巴西 你凭什么 哎 这么一问呢 算是打手背上了 这楚不似的僧人 早就给你准备好说辞了 这帮僧人说啊 说你们知道 我们噶举派的秘法是什么吗 那这群人说了 不光我们知道 昆仑流师的听户们都知道 这噶举派的秘法呀 灼火定大首宴 对喽可是你们呢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哎 我们那个除灼火定大首印之外呀 我们还有一套看家的秘法 叫纳洛六法 是我们的祖师马尔巴 从天主我们的始祖 纳洛八大师那学来的 纳洛六法一共啊 是六种修行的法门 其中啊 有一扇法门呢 叫做千石法 又叫做破华法 这炼成之后是什么状态呢 就能够夺朔呀 这炼成之后就能占据任何人和动物的身体 大概其你们都听说过我们祖师马尔巴 淤泥潭救马的故事吧 这大伙一琢磨呀 好像还真听说过 就是说这个噶举派的祖师马尔巴呀 当年看见一匹马 现在的淤泥里 这马呀是越陷越深 怎么也挣扎不出来了 这马尔巴呢就开了这千石法门 用上了破华法 进到了马的躯体当中 一显神通啊 可就从这泥沼中出来了 就把这匹马救了 对喽 这纳洛六法呀 是我们本门的绝技 我老师啊 这赶马八七 就是用了祖师马尔巴的这套法门 所以才能够活佛转世 那这其他的宗派的大师 听完以后啊 又不愣脑袋了 说你这么说不对 那他转世到你身上多好 你看你立刻就可以接地他 主持这个寺院 以及宗派的一系列工作 转移到小孩身上 身体柔弱 法呀和经啊 还不老明白的 还得呀 现教他 看样子呢 这前世的记忆 记得呀 也不老明白的 这图神马呢 这乌尖巴呀 听完以后 双手合十 赶紧是口大佛号 恶秘我的佛呀 罪过罪过呀 我老师慈悲为怀 怎么能够杀生呢 这破瓦法也叫夺蛇法 什么是蛇 人身体就是蛇 那这个防蛇里边住的是谁呢 自然住的是你灵魂 如果用破瓦法夺了你的蛇 也就是夺了你的躯体 你的灵魂飘散 你就死了 那不管是用着牵食法门 进到谁的身体当中 那都是杀生 这事我亲眼得见 我老师在原济以前呢 曾经做过很多的试验 他先是用破瓦法 进入到一只死去的 已经长了蛆虫的鸽子身体里 后来他想啊 进到这个鸽子身体里 又怎么才能传法呢 于是他就选择 进入到一个死去的 孩童的身体里 可是这死孩子一复活呀 首先说家人不干嘛 家人以为啊 是这个邪魔附体呢 这大大的眼珠子 炯炯有神 这家人上来扑扑 先把眼给扎下了 再加上这孩子 生下来就有前世的记忆 大家都以为是妖魔附体 这样也不行 后来家世啊 才想到 是不是应该付到这个 未出生的婴儿身体里 这一点呢 雪域高原和他们中原的看法 是一致的 都认为这个婴儿 在出生以前的一刹那 他才有的灵魂 在十月怀胎的时候啊 这腹中的胎儿 是没有灵魂的 就是这样既不杀生 同时也做到了活佛转世 再有呢 这转世灵童所在的家庭啊 也是这大师提前就认可了的 是一家呀 信奉佛教 信奉佛法 皈依三宝的家庭 虽然呢 这孩子也有前身的记忆 但是呢 从婴儿到少年 必定身体磊弱 这脑力也跟不上 所以他才需要我这个精师啊 带领他读经学法 他必定呢 是我师父的转世灵童 那是一交就会 一点就透 这就是我们噶马 噶举派的活佛转世系统 那如果您听明白了 那您完全现在应该放下手中的工作 给这个噶马巴西 以及乌坚巴 这师父二人热烈鼓掌 您记准了 这边瞎话 就得按这么圆的边 几乎是一点漏洞都没有 那么关于这个活佛转世呢 咱们今天也不忘戏了 深说深巴是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往后讲 讲到最后一派 格鲁派的时候 那才是这活佛转世 最成功的一个派门 什么达赖喇嘛呀 这个班禅大师啊 折尊丹巴 糊涂贺图啊 张家活佛 那都是人家皇教 都是人家格鲁派的转世活佛 到时候啊 这书馆还有热闹的回幕 奉献给您 得嘞 今儿咱们故事就讲到这儿 明儿见 谢谢你 这儿就说了 这么多的 小剑 这儿就想念了 コが 我们 就顾了